具体目标 1.1到2030年 为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消除极端贫困 目前以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数衡量 1.2到2030年 按各国标准界定的陷入各种形式贫困的各年龄段男女和儿童至少减半 根据国家定义的所有方面 1.3为所有人实施适合本国的社会保护制度和措施 包括最低标准到2030年实现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基本覆盖 1.4到2030年 确保所有男女 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 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 享有基本服务 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继承遗产 获取自然资源 适当的新技术和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感谢观看